2023年3月14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财联社14日报道 记者从多地调查了解 学尔斯正大规模启动线下招生课外培训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学尔斯在素养课 幼小衔接应对考试等包装下 作为课程卖点 推出了上述的项目 我们人文创作幼儿园大半下学期的每节课 还会教十分钟拼音 你如果一直跟着上的话 不用担心幼小衔接问题 上海学尔斯一名课教师顾问推介介绍 记者发现其展示的线下课程资料中 拼音二字是特别标红的 3月14日学尔斯发布声明称 我们这个用户党中央 我们是什么双减 我们那个坚决用户党中央 国内的教育课外培训业务 2021年12月31日已经停止了 学尔斯旗下的各业务 各分校遵守双减的要求 依法合规经营 第二 相关报道提及学尔斯 线下个别门店存在课程 宣传内容不规范 教学内容不严谨 这与学尔斯内部的管理背道而驰 我们要展开调查 第三 学尔斯旗下素养类培训课程上线后 一直按照规定招生工作 并不存在 学尔斯重启大规模线下招生情况 学尔斯给否定了 那么记者给介绍了 学尔斯赔了多少钱 跌了多少 什么这个股价如何如何 我对这个也不是很感冒 下面呢 都是这个 什么对学尔斯有赞美的 曾经吸引学尔斯是整整的一条街 我支持学尔斯 学尔斯非常的棒 挺好的 老师很认真负责 有一个哥们说 哎呀别折腾了 行不行啊 行不行 不要折腾老百姓了 行不行 有个哥们说这个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 他的标题 每日经济新闻标题 是 重启大规模线下招生 学尔斯回应不存在 母公司盘前下跌 超百十三 2023年 财年第三季度收入 百十七十七 实际上在打擦边球 又干上了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你财经记者 你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你财年社 一报道人家 人家能不害怕吗 你当然就否认了 上头也是瓜佛 是吧 为了他们的那些个事 折腾这些个人 你现在问他们 他们可能都已经忘了 他们当初干的什么事 都忘了已经 所以说这个 余敏洪能不骂娘吗 余敏洪能不移民吗 不可能反复的 在一个地方摔倒 走了